- 印度斯坦时报网站,近期人引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公司的消息称,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斗机项目即将迎来新的突破发展。 作为最新的五代机成果,苏-57战斗机将陪装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第二阶段发动机,这种发动机能够让苏-57战斗机在不开加厉燃烧式的情况下实现超音速飞行,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燃料,而且也有助于减少热成效,这是实现战斗机隐蔽能力的重要步骤。 苏-57战斗机新配的发动机被命名为产品30,如果这种发动机成功投入使用的话,则意味着苏-57将能够真正比进F-22战斗机,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的F-22战斗机实现了良好的超音速巡航能力。 这种能力甚至连F-35战斗机都比不上,F-22战斗机借助超音速巡航飞行可以更快的机动,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更难被雷达发现。 但是为了完成超音速巡航技术的开发,苏-57战斗机的发展进度受到了影响,不得不推迟进度,而这也成为导致印度暂停5代机合作计划的原因。 此前,印度一度传出消息要终止从俄罗斯采购第五代战斗机的计划,该消息使得苏-57战斗机的发展前景,出现了不明朗因素。 印度是苏-57战斗机项目的重要参与方,俄罗斯不仅从印度获得了大量的开发资金,而且未来也会将苏-57出口到印度。 当然随着产品30发动机技术的突破,苏-57显然已经重新焕发生机,印度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。 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披露消息称,苏-57战斗机发展计划并没有停止,今后俄罗斯仍将和印度开展合作,印度显然也不会轻易放弃。 毕竟印度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在这一项目上,印度寄望于通过苏-57战斗机获得先进发动机技术,同时印度也将积极引用苏-57战斗机的成果,试图自己完成五代机开发工作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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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